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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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后 蒋公刚处任波切一直是法王的心子 从没分开过 蒋公任波切对他所有的指导上师都非常尊敬 且具大信心与虔诚心 尤其他对大宝法王是全然的敬爱与信赖 他事实无为不至 法王亲自教导他很多深奥的法门 例如五宝藏 嘎举传承所有的灌顶 口传和石修直道 大手印之精髓等等 尤其大手印的证物 最高传承加持的心法 由大宝法王直接传给了他 他也因此成为一位嘎举成就者 三世蒋公仁波切的一生 正是一部对上师虔诚的殊胜教法 足以对法道行者产生巨大的启示作用 前行开示 转新向法四念处之一 轮回过患 第二部分属于呼求的奇请文 是我们今天所要开示的主题 他以接呼为开头 这是一个代表悲怯 和慈悲的用语 接着记文如下 同我一般恶业有情众 无时以来长转轮回中 尚需历尽无边之痛苦 刹那艳离亦未曾生起 上师见知我 其以慈悲及垂顾 加持生起甚深之出离 我们若想学佛法 首先 而且是绝对必要的就是 是轮回 唯一不具结果和价值的东西 我们若不了解 轮回的无意义性 便没有理由要修行 在此修行一点也不具意义 反之 若真能了解轮回的虚幻 和无价值性 我们便能升起清静的发心 而这就是在金刚总持 其请文中所说到的 出离乃修行之族的道理 我们必须看待轮回 我们必须看待轮回 如水车般 陆路转动一样 一个痛苦 接着另外一个 虽然我们并不想受苦 但由于我们误认为 轮回中 有某种我们可以依赖的东西 使得我们继续不断陷于痛苦之中 为了想得到我们自认为的快乐 我们的业造得越多 并且持续增强自己的烦恼业障 导致更多痛苦的产生 所以这就是在第二部分 一开始的起行中 我们要先祈求处理的原因 而在前行法的四加行中 首先 我们要观修的便是 转心向法四念处 它也就是我们通称的四共加行 此关注可助我们升起出离心 出离包括消除 认为轮回具有价值的错误观念 并把心转入了解它的 不具任何可靠实性 所以这并不表示 我们要逃离它 而是我们必须去了解它的 虚幻无实之性 倘若我们对转心向法 或出离无法真实实践的话 那我们的修行 便会成为所谓的精神物质化 也就是我们完全 只是在一种虚表上的做法而已 如此 它不仅无法成为 消除轮回无名 和痛苦的良方 还反会带给我们 更多的迷惑和不幸 一般我们在生活上 所了解的相对体验 并非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断除它 解脱包括断除我们一般 对表象事物的体验和绝受 但以这样的方法来看待事情时 有些人便会认为 消除或迷 便是表示把一切的表象事物摧毁 然后一旦属于表象的东西都消失后 我们便能体悟到某种东西 某种清静 某种像彩虹或光镜般等的东西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就如蒂洛巴连纳洛巴所说的 并非表象之物 对你造成束缚 你所受服的 是自己对它的执着 这表示我们所觉受到的课题本身 并不会带给我们问题 问题出在 我们对课题之为 具体实有的错误观念上 因此 必须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态 而非课题本身 事实上 一般相对的表象显现 以及我们对它的觉受 并没有停止之时 而且它也没有要停止的迹象 举例来说 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桌子时 课题本身 一点也没有要我们认同 它是一张桌子 或造成我们起任何反应的想法 相反的 这些都是来自我们自己本身 来自我们心里的东西 而它才是我们要改变的 课题本身 再怎么说 都不需要摧毁或改变 所以佛陀 从未说 我们要阻止 表象事物的显现 或停止自己对它的觉受 事实上 经典上说 正观或是实相的真正本质 指的是相对与绝对真理的合一 但这两种东西 常被我们从知性上的观点 加以分别 而显得相互抵触 我们继续以桌子为例 我们只为桌子的课题本身 包含了相对与究竟实相的层面 而这两者之间 并无相互矛盾之处 桌子的表象 显示出 有一样像桌子这样的东西存在 它的存在 基本上 以一种显现的方式呈现而出 因此 我们并不需要去毁掉它 然后以一种新的空无的空性 去证明它 当桌子呈现出来时 我们所赋予它的假名 本身是空的 物质性的东西 是由许多简单 随意聚集的小分子 所组合而成的 称为因缘和合 也就是一切呈现出来的东西 都是由许多因缘 所凑合而成的 因此 它缺乏真实存在的体性 由于缺乏真实存在的体性 所以我们无法说 一切现象是存在或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必去否定它 所以 在我们所觉受到的一切 相对体验与本质 难属虚幻无实 之间并无相互矛盾之处 倘若你问 佛与众生的觉受或体验方式 有何不同 答案是这样的 佛与我们 一样觉受到 一切普通的表象事物 但佛视其为空色不恶 仿如一个虚幻的假象一样 而我们则感到 它们就像真实 而具体存在似的 我们执着一切事情为真有 并以我们的感觉 将其分别为觉受的主体 和被觉受的课体 然而佛则不会这样做 事实上 一切若不具空性的话 它们便无法由其中显现而出 要了解它与处理 有何关系 可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譬如 某些我们所拥有 且极为喜爱的东西 倘若它坏掉了 或者我们不小心 把它弄丢了 我们的执着和占有 并不会因此消失 我们还是会再找一些其他的东西 来代替满足自己的占有欲 因此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心态上的问题 而非外在的表象事物 或课题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而这也是佛之所以说出 一切事物乃为新的展现的道理 上面的寄送文 说明了轮回本无真实的体性 所以我们应该 由心底深处 升起坚定地处理 转心向法 思念处之二 人生难得 第二段的奇请文 谈到了要获得宝贵的人生 非常困难 但其利益也和其之大 寄文是这样写的 以得侠满人生尽虚度 此生无异所作常散意 懒于承担大力解脱行 无异从财宝周空手回 上师见之我 其以慈悲及垂顾 加持成就巨异之人生 一般来说 一切六道众生皆具福性 但若谈到要证悟成佛的话 则人道众生的条件 较具优越性 我们有两种人生 一是所谓的普通人生 另一则是殊胜的人生 殊胜的人生 指的是一个人 具有八种善缘和十种福报 这些都是由于过去生 我们所累积极大的福报 所成熟的善果 但我们却极有可能 将此宝贵的机缘 白白浪费掉 我们可能把生命 浪费在追求世俗的 短暂目标上面 而非解脱 我们可能因此妄念重生 而造了许多业 事实上 我们此生 在追求短暂目标上 所做的一切 均只会带给我们痛苦而已 有时甚至还会赔上性命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 说轮回并无本质的 其中一个道理所在 因为我们努力 所追求的东西 事实上 一点也不具任何价值 本身具有本质 和意义的东西 是佛法的修行 修行佛法的意义在于 让自己开悟成佛 然后才能带领众生 到达同样的境界 虽然我们知道这一点 然而由于自己的忙碌 导致修行不利 以致成就无奇 我们常因某种懒惜 而借故拖延 譬如我们会说 哦 我们明天再做吧 然后又去忙于 其他的事情等等 人拥有宝贵的生命 却又态度散意 便正如进入一座宝山 却空手而回一样 因为我们不仅拥有 非常殊胜的人生 且也已遇到真正的上师 闻到佛法 在这之后 其请文继续写道 上师见之我 其以慈悲及垂愿 加持俱意之人生 换句话说 就是 请加持我 善用人生 让我以及一切众生 都能由轮回中解脱 转心向法四念处之三 死亡无常 上一段的记文 教导我们人生的难得 和其聚意 下面则谈到死亡与无常 他说道 人生暂世 无人能不死 他今一一陆续赴皇权 我亦不免迅速将逝去 抚心却作长久注释计 上师见之我 其以慈悲及垂顾 加持无瑕 他故而捡淫迹 一切我们所看到或感受到的东西 均属无常 无一能永久存留 无一是永恒且坚固的 在一切事物中 以人的生命来说 他不仅无常 且受长亦不一定 随时可以结束 人都会死 不要说是像我们这样的凡人 纵然是佛陀 亦展现了他入灭的方式 而此点正证明了一切组合 或聚合的东西 譬如像人的身体等 究竟不免都要分离溃散的事实 事实上 任何有组合所形成的东西 早就注定他终究避毁的命运 举目望去 我们看到了人 动物等等的东西 不断在死亡 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 我们应该醒悟到自己 也不例外 有一天终也会过去 只是时辰未知而已 通常当我们看到亲人死亡时 才会想到自己 有一天也会死亡的事实 然后才会好好的想上几天 二 有一天我也会像这样死掉 所以最好现在 就要预做准备等等 但等时间已过 我们便又忘得一干二净 真为自己的寿命 还长得很 我们的问题 在于正如纪文中所写的 我已不免迅速将逝去 辅心确作长久注释迹 事实上 我们甚至无法肯定自己 明早是否还活着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在未来的某时某刻 我一定还健康地活着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 更不用讲到明天早上的事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肯定地说 在下一刹那或下一秒钟 他还能活着 采取不采或忽略的态度 以至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便是纪文中所用以形容我们的福星 后面两行的齐情 是请求上师加持我们减音计 也就是不要认为生命是无尽的 故请求加持 让我们能了解 我们随时会复皇权的事实 并认知自己已无时间 可自浪费 此集加持无瑕 故而减音计之所指 人生短促 无瑕虚职 故应减少世俗的计划等 此记文显示出 无常观的重要性 而这是正确的修行 所必须具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查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恭请广乎法师组法 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11月19日星期日 上午9点开始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 2323 07221 2323 07282 0278 07282 0278 敬邀菩萨参与诛习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重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佛教重山书方 敬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 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请问神与魔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神是已经舍弃一切恶意者 魔是怀有恶意者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你所感知的神与魔 其本身即是你有意念的心 直接向内看着这个意念 并发现他没有任何实体 而是空性的 在那一刻 神与魔的念头终止了 因此 这是让神与魔自然消融的要诀 请问敌人与子女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敌人是我们视为敌对的人 而子女是我们疼爱如宝的人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向右看见你的敌人 向左看见你的子女 向内看着内心并发现 将某人视为敌人的是这个心 而将某人视为子女的也是这个心 向内看着这个二元的感知并发现 他既无基础 也无实质 无实质性的本身 即是让敌人的想法自然消融得要诀 请问有价值与无价值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有价值是指被视为所需要与所贪恋的事物 无价值是指与需要或贪恋无关的事物 当你将这个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向右看见黄金 向左看见肮脏的粪便 对黄金的贪恋与对乌乌的厌恶 都是在你的心中 由于这个心本初以来 即是空性而不具实质 因此 黄金和乌乌是平等的 这是了物黄金与乌乌毫无差别的要诀 请问能知与所知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所知是将外在的物质对境看成是真实的 能知是将内在的心误解为真实的 当你将这个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看着外在所知的对境 并了悟显象本身即是空性 向内看着内在能知的心 并发现心是无实质且空性的 了物此 即是了物能知与所知无二无别 皆为显现空性的要诀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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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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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